歡迎光臨一塊土地來鼓勵白河的 葛廷平平的大家 同心的意 同心的意 讓我們拿下自己心意 為他使命卸下自己 奉主德銘所設立的彰化基督教醫院 我們本著我們對這塊土地的熱愛 所以在這一次我們動用了非常多的資金 蓋了這個直直醫療大樓 我們也為了民眾的出入的平安考量 所以我們規劃了這個天橋和地下道 這個絕對不是為了我們醫院的需求 我們是為了照顧我們的鄉親的需要 也特別感謝主管機關衛福部 以及彰化縣政府的縣長他們的協助 以及所有的立委他們關心議員的關心 讓這個事情在今天能夠成就 那我們彰化基督教醫院 為了讓病人不要南北奔波 那也特別花了60億來做直直大樓 今天我們知道彰化基督教醫院 在近幾年每年的癌症治療數 都已經有五千多名 是台灣的第六大自癌中心 那直直治療可以很精準 而且負重少的情況下 來讓癌症的病人得到最好的照顧 那所以我們也希望在直直大樓落成啟用以後 能夠讓癌症的病人得到最好的照顧 最小的副作用 而且不用到北部去做治療 那當然最重要的是 癌症的病人有時候是虛弱的 所以我們會讓在這個地方有天橋 有地下道 為了就是讓我們癌症的病人 跟我們的里民能夠很安全的 來通過這個交通最繁忙的一個地段 在病人的品質提升 安全提升 然後交通便利 不一定拿到整個交通運作的大前領之下 所以我們花了相當多的錢 來做天橋跟地下道 我們按照這個 衛福部最新公布的數據 國人十大死因首位就是癌症 那所以我們彰化基督教醫院 動用了非常多的預算資源 來興建這個直指抬症的 這個治療的一個中心 那所以對未來我們鄉親 還有甚至中部 我們國人的健康的維護的部分 會有很大的這個起到很大的作用 為了說這邊的交通的安全方便 所以彰化基督教醫院 讓總院跟直指治療大樓之間 設計了我們天橋以及地下道的 這個聯通走廊 可以讓我們就診就醫的鄉親 還有這個醫護人員 有一個很好安全的通行 而且不受到交通的阻撓 那我們縣府會全力的協助 在這個工程期間 對交通衝擊的部分 我們會用最多的努力 來降低這個對交通衝擊 所引起的負面的影響 行走天橋快又好 交通安全很重要 讚